哈囉大家好 自從6月底台灣5G開台後 有不少YouTuber們都拍了5G的實攝影片 但大多數的結果都表明 5G目前的可用性還不高 尤其是在移動中的場景 那這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5G的建設才剛起步 基地台數量非常稀少 以至於大多數地區根本還收不到5G訊號 那到底一個5G基地台可以覆蓋多大的範圍呢 相信也有一些人聽到說 5G的基地台密度必須比4G高出至少三倍 這是因為5G採用了較高的頻段 而頻率越高波長就越短 訊號衰減也越快 也就是訊號傳不遠 因此必須藉由比4G建設更多的基地台 才能覆蓋相同的範圍 但這個距離到底是多少呢 老實說我也很好奇 於是我打開了中華電信的訊號涵蓋圖 不過由於這是透過系統模擬出來的 不一定能代表實際的情形 因此我還是決定要來個親自實測 但問題來了 在市區5G的基地台實際位置 並不好找 這些高樓大廈的遮擋 會很大程度影響到訊號的判讀 對於像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士來說不好處理 而且更重要的是會受到道路規劃的局限 無法深入每一個點進行測量 因此我決定找找有沒有一個地方是剛開台5G 基地台只有一座 並且附近是人可以到處走的 首先我想到東海大學和風峽大學 這樣的場地再適合不過了 結果一看那邊5G基站已經有好幾座了 並不好測試 於是只好又再繼續的找 結果找著找著還真找到了 它就位於隔壁的苗栗縣 其中左邊這個點就只有單獨一個5G基站 看起來是個不錯的實測場域 一方大看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咦想起我三年前拍的21妹體驗影片 就是在這邊測試的 OK就是這裡了 大學裡面可以自由走動 因此實測應該沒問題 而且那座基地台我是知道它的精確位置的 那這就出發吧 其實在7月底上官網查這邊還是沒有5G訊號的 看來中華電信在開台當天說的 有50所大專院校在開學時就會有5G 這句話是真的 不過從官網的涵蓋圖看起來 這個5G基地台好像不是往學校裡面覆蓋也 用Google地圖的設計工具 發現最長的距離只有370公尺左右 這涵蓋的範圍好像也太小了吧 沒關係 等一下實測就知道了 遲至當天還沒有開學 因此要上八甲校區 只能搭乘5815號公車 看了下時特表一天只有6班 所以待會也要注意下時間 不然測到被困在山上就麻煩了 OK到達目的地了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確定那座5G基地台的位置 好的現在我們已經來到5G基地台眼前了 剛剛這邊還有下一陣雨 然後現在天氣又突然整個變好 眼前那個就是5G的基地台 可以看到它旁邊有這個機房的設備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手機的 訊號格 也是顯示的5G 我們現在在這個 涵蓋範圍內 這是我現在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 中華電信給出的 5G訊號涵蓋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收到的5G呢 PCI其實跟 4G原油機還是一樣的 好那在開始前呢 我們還是先做一個 定點的測速 好速度大概在500 600Mbps 好有到600Mbps 然後延遲的話是有14毫秒 上載的話也是可以破百的 來到了130Mbps 來到了130Mbps 算一個非常棒的速度 因為這邊學校現在還沒開學 所以應該可以說整個頻寬都是你的啦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會 會繞著這個校區走一圈來 測試看這個 訊號涵蓋範圍 而因為以中華電信給出的 訊號涵蓋圖 它其實是沒有涵蓋到整個學校 我們感覺它是 往 它是往那個方向 發射的 好那真正學校的主體 是在另外一邊 所以我等一下會 10G下去走一次 好然後同時我們也會做一個 大量下來的測試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這個 這個手機的多視窗布局 左邊這個是NetMonster 然後右邊這個是 5G的相關數據 然後這邊有網速 下面這兩個是地圖 然後用來記錄行走的路線 這樣我才能確定還有哪些 區域沒有測到 好那我們現在一切就緒 我們就準備要來開始 進行我們的 5G行走移動路測了 經過一番測試 經過一番測試 發現了意外的結果 就是這個校區裡的基地台 不是只有剛剛那一座 還有一座架在這棟理工學院的頂樓 不過這個基站是沒有5G的 只有剛剛一開始那台才有 透過記錄我們可以畫出兩個基站的位置 有5G的這台PCI是678 而頂樓的這座是5152 但走了老半天就是找不找53去哪了 結果越走越遠 反而53訊號開始增強 目前看起來53可能是位在這棟圓形的學生餐廳上面 那個方方的大概就是53吧 無法100%確定 但這邊SINR已經標到30了 所以就暫時認定它是538 只是這個實體小區分離的配置還蠻奇怪的 又或者是我的見識不足 了解了基站的分佈後 我們得知只有PCI678這座基站是有5G信號的 因此接下來就是在它附近測量 觀察訊號強度的變化 然後就有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踩往校區內的吸管方向走沒多久 5G信號就如同官方的涵蓋圖一樣 突然就消失了 奇怪前一秒看訊號-78dbm 還不算差啊 怎麼這樣就斷了 欸等等 PCI已經變了 現在是連到52 已經不是剛剛的6了 喔這下懂了 因為這邊52的訊號非常好 所以就觸發handoff機制了 如此大概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現在移動5G體驗很差了 因為事實上基站和基站的覆蓋範圍是會有重疊的 在同一個地點我們可以收到來自好幾個基站的訊號 手機也會隨時的進行測量 當手機測量到附近的基站整體訊號品質交加的話 就會請求交替程序 也就是切換到那個訊號較好的基站 但如果該基站還沒有不屬5G Gnode B 那用戶單的5G就因此中斷了 由於目前開台的5G NSA都還是屬於3G PVR15的版本 還沒有辦法實現跨基站的4G加5G雙連結 這個是下一版R16才有的規範 因此這個測試看起來不是那樣的順利 於是我們該拿出神器了 登登 網路信號大師 透過這個App 我們可以強制鎖定駐留在PCI-6 來觀察一下到底PCI-6的實際涵蓋範圍可以到哪 結果實測發現其實真的到資工光電吸管這邊就不太行了 因為52就架在那邊正對著你 整個訊號可以說是幾乎完全被干擾掉了 SINR直接負數 RS RQ也不斷低到-20以下 因此可以說這個5G基站對於聯大的學生來說 可能是看得到但吃不到 那這樣實際的涵蓋情形也真的跟官網上的圖差不多耶 所以7月中更新的訊號涵蓋圖應該是蠻值得參考的 但這主要就是系管這邊多了一個基地台啦 不然實際涵蓋情形是不會那麼小的 加上也有可能是學校地區 基站功率不敢開太高 但因為原本那座基站的架設高度偏低 旁邊幾棟建築遮擋了大部分的訊號 造成後方的一些覆蓋盲區 因此後來才又在理工藝館上面補架了一座基站 好那到這邊時間也晚了 而且那天時不時就突然下雨 所以我決定先車到這邊 趕緊搭車回去 就在我回家後我收到了網路信號大師的更新通知 也就是新增了5G的相關介面 哇怎麼這樣 我都走10公里測完了你才給我更新 不行不行 這樣我決定下禮拜得再去測一次 好今天是開學日 我們又到了苗栗 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現在就來給大家看一下5G的介面 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出5G的一項普遍技術 就是採用了大規模MIMO陣列天線 結合bin方面波速成型技術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一個bin的資訊區塊 就是接收各個波速的訊號情形 看起來一個PCI有6個bin 編號0到5 那我現在這邊bin4非常的強 SNR來到40了 這個方向就對了 這個就是5G的一個特點 它可以把訊號集中在特定的方向 其實bin4面在4G的時候就有了 只是現在用上多陣列天線 可以更精準的控制訊號要打向的方位 你也可以去看台灣之星的5G訊號涵蓋圖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這個訊號涵蓋圖 畫得像花瓣形狀一樣 那其實就是這個波速 你看整圈有18個 所以看起來一個PCI也是6個bin 有少數會到8個啦 這個看情況 那有了這個技術 其實呢它可以強化5G的下行覆蓋範圍 也就是可以達到跟目前4G基站差不多的一個涵蓋 這次我一樣走了整個校區一圈 紀錄4G和5G的訊號強度 結果發現兩者訊號強度的衰減 居然真的是差不多的 那之前說要3倍GDT的數量又是怎麼回事呢 別急我剛剛說到 這是下行做到的相同的覆蓋 但恰恰問題就在於上行 所謂上行就是上載啦 也就是數據是從手機端傳往基地台 但因為手機體積小 電池電力有限 因此整個行動通訊其實在上行一直都是一個瓶頸 所以有人說為什麼現在4G下載可以幾百Mbps 但是上載最快也都在50-60Mbps左右 就是受限於手機的上行能力 那現在4G加5G雙連結使得上行變快 感覺有點像是2CA上行的概念 不過對於NR上行可以提供更高的速率 實際在1NDC雙連結的情況 海豬TV大概提供了60多枚 而5GNR只有80多枚 那回到剛剛那個場景 基站透過大規模Memo加Beanforming 擴大下行涵蓋 使得手機離基站遠一點還是可以接收到5G 但問題是你接收得到但傳不回去 要知道這個行動通訊都是雙向的 你上網看影片看似只有下載 但其實也不斷的會有少量的上傳 因此基站的密度還是需要提升的 但好好消息是這個問題也有解決的方案 那就是引路SUL Supplementary Uplink 補充上行路徑 意思就是在手機回傳資料時 不使用原本5GNR的頻段 而是改以其他較低的頻段作為替代 因為現在5G最主要就是因為頻段變高了嘛 訊號傳不遠一下就衰減 而手機端發射功率有限 因此在離基站遠一點的時候 同樣接收5G的3.5GHz下行 但上行的時候改用比較低的頻段 例如700MHz或2100MHz 如此的一個方式 當然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得仰賴基站的完善覆蓋 這樣整體的5G體驗才得以提升 別說三倍了 現在的5G基站數量連4G的三分之一都還沒有了 因此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分享 其實這個標題下得不好啦 一個5G基站的涵蓋範圍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像是基站架設的高度啊 以這個場域來說高度太低了 但也因為這邊地形起伏比較大啦 再來就是頻段的部分 目前M78是一個主要的5G頻段 不過當然也還有其他的 以及未來用上更高的毫米波頻段 那涵蓋的距離就會更短 還有基站本身的發射功率 以及周圍環境的各種障礙物都會影響到 所以才有網路優化的相關工程師嘛 他們就是要透過實際的入冊去收集數據 來優化整個網路體驗 那我本身不是電信技術方面的背景 因此我只能透過親自實測的方式 來試圖了解一些其中的架構分析技術 如果有講錯的地方也請不令指證 非常感謝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 現在麻煩大了 678關掉之後呢 5253 515253 這台也關了 基地塔在那裡 現在沒什麼訊號 現在甚至都像別的訊號都落落的 反正這點訊號非常強 可不可以今天是他們在 駕虎局 就是那台也要開台虎局嗎 我覺得我們上去看一下情況 看到裡基地台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現在離基地台已經非常遠了 我們就定來測一下 遠船 看一下遠船是不是 我們現在鎖遠船 等他先閃了口 我們可以看到遠船這邊的訊號 非常的好 每次都在船上 搭配 我也要做過 我們上京都要打到